所以像美国现在 在中东伊拉克发动战争 造成中东的混乱 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 这些都必须要付出代价的 就像以前的十字军东征一样 所以战争的由来是渊渊相报 我们都讨厌战争 因为战争无情 会毁掉你所有的幸福家庭的生活 会让你流离 是说我们中国就经历这种战争的痛苦 八连抗战 北伐战争国共内战 八国连京 都战争我们民国近代的中国人的痛苦跟流离尸首 老一辈人都知道 兵荒马乱 七里子战 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所以我们都讨厌战争 希望这个世间永远没有战争 古德跟我们讲 能不能够做到 能 他们古大德讲的一个 开示 只要众生不吃肉 这个就懒了 只要众生不吃肉 世间就永远不会有战争 古人这首祭祀做得好 那法师说 一知世上到兵节 但听徒门夜半生 我们知道战争就是 冰火无情 冰方马乱 像我们这几天看到报纸灯出来 叙利亚的难民到欧洲流离尸首 看到一个照片让我们很感慨 叙利亚的小孩子跟着父母逃难 克死他乡 一个小小的小孩子 窃死在他乡的沙滩上 那个照片震撼了整个全世界 最近有一张照片出来 有一位叙利亚的逃难的难民 在五十五可吃的情况之下 只好吃猫肉 全身全部都是像排骨一样 这就是什么 一知世上到兵节 但听徒门夜半生 徒门就是屠宰场 那个半夜要屠宰那些猪啊牛啊 养的那些动物的哭声 跟凄惨的叫喊声 你杀他 他杀你 他的罪在畜生到受满了 他又到人间来了 所以说呢 人死为养 养死为人 这是佛陀在嫩眼镜说的 你怎么可以肯定的说 现在在中东他们这些杀来杀起来 难道不是人死为养 养死为人 渊渊相报吗 他到人道来脱胎了 当然了 他有个人生 而你造了许多恶业 你就变成畜生了 这一生你吃他 来生他吃你 他杀你 共业就造成战争 这是原因 所以我们想要永远没有战争 只有一个方法 吃素 不吃众生肉 爱护动物 敬鬼神 那是不容易 真的是不容易 要慢慢的去推动 这样的一个健康有机的素食 对人的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 可以减少灾难的 可以进化反境 吃素 确实是可以进化环境 这是这一段 我们用这样拿法式的开示 战争怎么来的 怎么起来的 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补充